主席各位同仁,麻烦請羅部長 請羅部長 劉委員好 部長早,請教一下你今天擔任法務部長第幾天啊? 第十天 比大家預期的撐還久了 我想請教一下,你既然當法務部長 那對法務部的業務應該相當選手了吧? 適應的也差不多了吧? 好,我想請教你,是不是先告訴大家 法務部裡面有幾個師,幾個處 有保護師、檢察師、法律事務師 國際及兩岸法律師 還有中和規劃處 資訊處 人事處 秘書處 還有 有沒有政風? 有 有政風處 好,那你們法務部有幾個附屬機關? 呃,有 繳政署 連政署 調查局 呃,行政執行署 有 部長 那也會辦 所以其實依照他的執掌範圍 其實包括調查局 包括連政署 包括特徵組 都可以辦貪圖事項對不對? 是可以 是可以 依據你們法務部主事法裡面規定齁 這個所謂的防灘、反灘、訴灘 是歸連政署對不對? 是 那請問你特徵組跟連政署職權上有沒有重複的地方? 或是有沒有衝突的地方? 呃,他辦的範圍重點不太一樣 就是呃,連政署的話他主要是指 其實特徵組的依據是法院組織法六十三條之一嘛對不對? 是 他是只有部會首長或是五院院長的貪毒事件才歸特徵組辦嘛 他還有一些比如說 還有或者是 最高檢察署所指定的要求他們辦的才可以辦嘛對不對? 還有選舉期間的這些 還有政大的選舉舞弊事件 全國性的選舉舞弊事件 除了這三樣 沒有,不是特徵組的事情嘛對不對? 是 那跟所謂的連政署現在有沒有衝突 互相執掌衝突的地方? 他不一樣的地方是 那部長我請教你喔 如果今天有一個立委涉及貪毒 請問是特徵組辦還是連政署辦? 呃,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辦嘛 啊這裡有沒有職權衝突? 看檢察總長的指示嘛對不對? 他們有區分 看檢察總長的指示到底要特徵組辦還是連政署辦? 那部長我再請教你喔 在這個情形我們一直強調說 特徵組跟連政署到最後一定職權衝突 然後會不斷的分爭不斷就是這個問題 那部長我請教你喔 如果國會監聽應該哪一個單位辦? 你是指復旦監聽對不對? 要監聽國會應該哪一個辦? 那是看誰辦案子啊? 看誰辦案子? 什麼樣的案子監聽國會要辦? 應該是不能監聽國會 監聽國會我們確定第一個原則是 監聽國會是絕對不可以發生的對不對? 不管是一天或是一個月或是四個月都不行啦對不對? 這個你確認齁 然後再來說如果今天有監聽國會的事情發生了 這個歸哪一個單位來辦理? 所以調查服難監聽這件事? 對當然就是違法監聽的話有哪一個單位辦理? 是連政署還是特徵組還是誰? 地檢署 為什麼歸地檢署? 因為其實連政署跟調查局他們都是司法警察 如果你還沒有調查還沒有監聽國會之前 還沒有監聽國會之前 你不知道這個是不是貪毒事件 如果是貪毒事件的話歸連政署或是歸特徵組 對不對? 那你現在只是監聽 那監聽國會這件事情由誰來處理? 不是監聽國會這件事情 違法監聽的話由哪一個單位來處理? 如果違法監聽地檢署 你說的是地檢署對不對? 那你知不知道我剛才講的就是黃世民一直用的理由 黃世民一直用的理由說我還沒有違法監聽 因為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變成貪毒 所以講了老半天其實重點問題在這裡 你就是不能監聽國會 監聽國會現在就是要處理 要處理誰?你告訴我說交給什麼? 地檢署 交給地檢署 那我現在請教部長齁 你現在其實法務部你成立了兩個部分對不對? 第一個部分是針對所謂違法監聽的事情 你成立了法務部調查小組對不對? 請問法務部調查小組在法務部的哪一個規定裡面? 這是一個任務編組 所以原來我剛才問你的問題就沒有發生嘛 你說應該交給地檢署 違法監聽應該交給地檢署 你沒有啊 這只是行政調查 部長來 所以這個是行政調查嗎? 這個不是交給地檢署嗎? 所以你剛才跟我講的就不對啦 我說違法監聽的話你要交給誰? 你說要交給地檢署?沒有啊 來還沒完 來部長我再請教你 你們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叫做洩密嘛 對不對 洩密的部分現在是北檢在調查 是不是對不對? 好 所以你現在分成兩個部分說 違法監聽的部分 我們法務部組一個調查小組 我們做行政調查 那至於洩密的部分 我們來調查什麼? 我們交給北檢來調查有沒有洩密的部分 是不是法務部現在是這樣處理? 不是我們交給是有人去北檢檢舉 檢舉嘛 所以他在處理嘛 所以現在是北檢嘛 北檢在處理嘛 所以是一個是行政調查 一個是刑事調查嘛 對不對? 一個處理監聽國會的事情 一個處理違法洩密的事情 對不對? 那這個照規定 好像法務部的職長不是這樣吧 法務部的職長規定 規定得很清楚啊 如果有違法監聽國會 應該有哪一個? 你告訴我是地檢署啊 那現在不是啊 看起來你不是這樣處理的啊 我們要查出來之後 調查報告 然後再送地檢署 是啊 所以你說行政調查 來來來 這個就是我要問的問題 你現在告訴大家 你們好不容易組了一個 很龐大的調查小組 調查小組的目的就是 要調查有沒有行政不法嘛 對不對? 有行政調查嘛 那請問你 這個調查你剛剛也告訴我說 這是一個臨時編主 調查小組的職權來源在哪裡? 其實任務編主的話 通常就比較沒有組織法上的規定 沒有組織法上規定嘛 他也沒有所謂的權限嘛 但是他是一個諮詢的 我請教你 你們目前的調查小組 有沒有詢問過當事人 有沒有問過黃世民 有 有問過黃世民 有沒有問過黃金平 有 有沒有問過柯建平 沒有 有還沒有 講清楚 都沒有嘛 所以其實你們本來這個部分 你們就只有問誰 只有問黃世民跟楊榮忠嘛 是不是 還有很多聽說關於 還有鄭聲援嘛 不止 所以部長 來我現在要問的就是這個重點 你們一個行政調查 調查違法監聽 一個刑事調查就是北檢在處理的 調查什麼 調查有沒有洩密的問題 監聽跟這個洩密的問題 本來不是在一起的吧 你為什麼把它拆開兩個來處理 我不是把它拆開 來我要問你的就是 北檢為什麼不能查違法監聽 可以查 可以查 為什麼沒有查 他都在查 他都在查洩密而已啊 然後調查小組 你說違法監聽 交給這個行政調查小組來再查 問題就出在這裡嘛 是不是這樣 來 那現在結論來了 行政調查 你們本來昨天要公佈結果 我沒有本來要 來我先問你 來部長 這個結果行政調查結果 你現在是沒有參與嗎 最後要不要你 蓋章認可 要不要 不用 不用 行政調查就直接送出來 怎麼可能不用 你法務部的公文程序 你懂不懂啊 不是不是 調查還是要交給你法務部長 我要蓋章 但是不需要我同意裡面的內容 當然不需要你同意嘛 就是你要蓋章 你要負責嘛對不對 所以你們現在行政調查告訴大家說 其實是烏龍一場 那你們北檢現在處理什麼 證據也沒有掉 通年紀錄也沒有掉 出入的紀錄也沒有掉 然後告訴大家什麼 告訴大家說 因為刑事訴訟法的245條 因為符合公共利益 所以黃世民沒有事情 那如果你這樣的行政調查 跟你所謂北檢的刑事調查 兩個加起來 就變成完全都沒有事 會不會變成這樣 我沒有預設立場 你沒有預設立場 我不知道他結果是怎樣 你沒有預設立場 但是你就拆成這兩個處理 這也不符合法務部原來的規定 不是 來 部長 我要告訴你的事 其實你被派來法務部 不是因為你的法學素養 不是因為你對法務部的業務選手 你要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你被派來是有任務的 你的任務就是 把這個監聽國會 還有違法嫌疑 這兩件本來是一件事情 你把它拆開來 一個用行政調查忽略 一個用刑事調查來調查 調查到最後說 違反公共利益 不違反公共利益 所以黃世民沒事 這個就是你唯一的任務 你如果任務結束 你恐怕也要下台 報告委員 我們無法用刑事調查來忽略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形 你才會全國老百姓都睜大眼睛在看 來部長我最後問你一個問題 在你今天的報告裡面 你也說 你們未來要加強 落實保障通訊監察法 是不是 那意思就是說 你們目前沒有很落實 我才進來 因為大家很多批評 你認為不夠落實 應該加強 大家認為沒有落實 然後你還講過一句話 特徵組要不要費 大家看看 如果必多餘力的話 你就認為應該費 對不對 那請問你 你至少指出一項 說現在特徵組存在利多餘弊 你告訴我 因為他是一個跨轄區的一個 一個 跨轄區你剛剛告訴我啦 你剛剛告訴我 其實都可以辦啊 不是不是 連政組也可以辦啊 各地檢組也可以辦啊 這跟特徵組有什麼關係 特徵組沒有發揮功能 一樣照辦啊 調查局也可以辦啊 他在轄區內才有管轄區 所以部長 這個就是真正的重點 特徵組的業務跟連政署 多數重疊 這個我在去年提出來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就講過了 現在更重要的是 你當一個法務部長 你對你們的業務該怎麼處理 都不熟悉 然後你就只有付這個案 上面交給我這個任務 我就趕快來救火 救火 救什麼火 我把它監聽 還有泄密 這兩個本來是一件事情 你把它拆成兩個 一個用行政調查 一個由北檢來刑事調查 最後的結果就是 通通沒事 烏龍一場 全國老百姓被我們耍了一個月 謝謝收看 如果這樣的話 全國老百姓是不可能接受的 這個就是你法務部長 應該扛起來的責任 因為連政署 特徵組 調查局 通通規定管 這才是你真正的責任 謝謝 現在休息八分鐘 分明 你真正的責任 激活 一定會 你真正的責任 是你真正的責任 在幾月 你真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